那印花税啥说交呢? 是需要在买房交易完成的30天内 向税务部门完成印花税的申报 如果第一套房产的价格低于30万磅 是不需要交印花税的 但是仍然需要知会税务部门 这些工作一般是由你的购房律师代理完成 只要记得提前和律师沟通一下就好了 当然 我们不能把印花税作为房产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 为了省一点税 因小事大改变咱们的投资策略 因为几个百分点的税 和整个房产投资带来的利润相比 真的不算什么 房产投资需要分析的因素很多 首先要看房子本身质量 升值潜力 租金回报 其次除了印花税 咱们还要看汇率 交房期限 产权性质等很多因素 好的 这期咱们就聊这么多 如果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 请关注并转发 对英国房产感兴趣 对投资有问题 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咱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